大家好 欢迎收听原始物语第96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4月4号儿童节 原始物语时的练好玩球迷向非官方Podcast没几 我们所聊到的主题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 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好那这一集的主题题目叫做乡下球场开幕战 那我们照字面解释乡下球场就是林乡脚下的球场 那这个棒球场在4月2号这一天开幕 就我们今年终止我们家乐天桃园的主场开幕战 那如果说你是节目上前没有多久 就听到这一集你大概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是我们球场的状况非常之糟糕了 所以在这一集实在是不突不快 那这个乡下球场这个其实是我一位看球的朋友 他在那一天他也在现场 然后看到这个球场算是应该是还蛮不开心的 然后就直接就用这个话 然后就跟他说 那你这个乡下球场这个借我来当这一集的标题 好那不过已经开气了 所以开气之后我们这个节目的走向基本上就是会回顾一下上周的比赛 然后一些心得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那上周是终止今年的开幕周 那我们就只打两场 那因为我们去年是总冠军的组合啦 就是说去年我们有打进总冠军战嘛 但是因为去年的总冠军被中信兄弟拿走 所以今年中值的开幕战就是我们去周济棒球场做客 那面对中信兄弟 那在4月1号这一天的开幕战呢 我们花了两小时59分打完了这场比赛 4月1号的比赛比数4比1我们赢球 那很快速跟大家栽入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是这场我们的先发投手是今年加入的威达尔 那威达尔在这场表现的算蛮不错 而且以他的这个投球的数据来看算是压制力蛮够 我讲的数据是关于转速的这个部分 讲到这个就顺便要抱怨一下 因为其实今年WBC在台中的预赛 其实整个WBC系列赛都是 因为WBC走这个MLB的路线 等于说他把MLB的很多的要求 对硬体的要求跟数据上的要求都算是有做 而且是公开给大家看 所以在WBC的每一场比赛 你都可以去查到每一位投手的投球的转速 而且是还有球种 含球种在内 那每一颗球的转速都有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算是蛮清楚明了 就像几件事情 那包括说像WBC 我们的先发投手 不是我们的投手有一位 状况很不好的 是邓凯威嘛 那邓凯威其实在巴拉玛那场投的 李莉拉拉好 但是老实说 如果你回去看转速的话 他的转速在 不管说是那一场 或是说在整个系列赛里面的投手都算是偏快的 那再来就是说 像这个最后一场我们对古巴 那古巴先发投手就是我们家的羊头雷法 那当然会有这个抹油的疑虑 但是你如果去比对转速 其实他的转速在那一天的先发投手里面 在那一天的投手里面 其实算是偏慢的 也就是说 因为某外来物质 其实你就是要增加转速 但是如果说 他的转速偏慢 那到底是 他没有抹的话更慢 还是说其实他就真的没有抹 这个就是数据出来一清二楚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其实 其实中指的各球团 绝对在自己的组织上 有去加这些仪器 然后绝对有去分析 自家投手 还有对方投手的转速的资讯 只是这个部分在中指 一直都就没有 就不是一个联盟公开的数据 联盟统一规定公开的数据 他没有办法像这个 他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像 投球的球速 投球的速度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看中指能不能以后 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公开的资讯出来 那我前面讲的这么一大串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 周际的这场开幕战 我们家的先发投手 威达尔他的转速 其实是蛮漂亮 就蛮快的啦 那当然其实 大家都一直有个疑虑 就是说 周际包装场这支转速 测转速的是不是快乐表 因为每个人的数字都很漂亮 都蛮高的 但如果说这一支是快乐表的话 大家都测同一支快乐表 那威达尔的转速 也是特别特别的快 那威达尔在这一场比赛的 直球转速 有超过2700转 所以这个2700转就是 我刚讲的 就是表快不快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 他比其他任何投手都要 平均来讲都要快很多 包括像德宝啦 所以如果说他这个球 控球OK 然后这个球的压制力 这个转速相当就等于是他的 某种意义来讲 就是等于他的stuff啦 那或是说 如果你可能比对这个 急球 可能类似一个急球出速的概念 就是说 我这个数字漂亮 不见得代表我成绩好 但是至少代表我有一定的载制能力 那如果说他这个成绩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真获 我们应该可以期待他的表现 那这是先发头的威达尔的部分 然后再来几个重点就是 呃 我们在开幕战的时候 今年就来一个典长成成威 他在三局上的时候 他在一壘往三壘冲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续彩二雷雷包 然后呢 被促琴裁决出局 开年第一阵就搞这么环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 呃 宋家祥 其实在春讯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一直蛮注意 宋家祥的 呃 动态 因为其实他在春讯的时候 有先发过了蛮多场 所以呢 就会让大家对他有蛮多的想象 那 呃 我自己只是觉得说 他春讯表现好 可能还是 开启可能 还是要在二军稍微磨下 没有想到他就是真的被带进了开训名单 而且在开幕战先发 那他这个开幕战的先发出赛呢 就打破了中指的记录 打破了开幕战最年轻先发野手 and最年轻出赛球员的年岁记录 他在2023年4月2号这一天 他是18岁又253天 那他打破是谁的记录 他打破是 一样是我们家的廖建夫 他在2018年的3月24号是 19岁又177天 那在这个 呃 当天的这个球场采访里面啊 呃 那个 慢慢适应他可以完全体验宋家翔上场的感受 那总之这个报导的重点就是 廖建夫觉得宋家翔的能力好他太多 那不过呢 呃 他今天是有这个受访 不过七局上的时候 呃 阿富呢 就是上来带打打来发三分炮 那这个三分炮就让我们从落后一分 直接变成领先两分 那后面又淋漓的阳春炮追加下去 那中场就是势必我们赢球啦 不过宋家翔其实在开幕战的部分啊 他的搭配其实在最后一阵投手搭配好 其实你之间一开始的搭配是不太顺的啦 那 呃 后来隔天4月2号这一天在我们的主场开幕战 看起来在 呃 搭配的后半段就好很多 那隔天呢 4月2号这一天呢 就是回到我们家热天桃园主场进行我们自己的主场开幕战 那面对富邦汉将 非常辛苦的打了12局 花了4小时33分 最终是3比3合局收场 然后 那这场比较特殊的记录就是小胖在这场比赛打出了他个人生涯的第1600安 那比赛的重点哦 其实你要我讲比赛重点就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家在这一场比赛发生了4次在累包上面的出局 那这次是怎么来的 那这4次都集中在两个局数 首先第一个是三局下的时候 那林立打了一连安打上来 上累之后被那个牵制出局 然后接下来是小胖呢 他打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安打 那个安打上一连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他居然跑去冲二雷 然后就死在二雷前 这是三局下 那最后两个累间出局数 也都发生在12局下 那首先是这个带跑的蔡振宇呢 他去冲二雷被主杀 这个派他带跑是要他的速度 但是他被主杀的那个时候 他其实离二雷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到底是抓错时机还是看错暗号 这个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打席代打 郭勇为呢他打了一个依然打 右外野方向的依然打 非常招牌郭勇为式的安打 结果过了一垒之后回垒不及 被take out 直接变成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出局数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四次的垒间 垒包上的出局其实都蛮要不得的啦 这个打那么辛苦 打了四个半小时 结果还是没有赢不了球 理论上这四个垒包上的出局 你只要有一个或两个是safe 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可以赢的啦 好这个比赛内容的部分交代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本集 大概算是这一集的重点啦 就是我们来聊一下球场的草皮 好前面这一段是 其实就是今年主场开幕战 我们在后面的局数 因为这个分数一直没办法超前 所以在阿诚应援的时候 在郭延文应援的时候呢 他就请大家玩一下阿卡贝拉 好那草皮的部分呢 如果说你是隔很久一段时间 才回来爬到这一集 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坦白说 在今年的主场开幕战的当下 甚至到应该 我现在录的是隔天 其实这一段时间 应该很多人很多人 对草皮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在我们来聊草皮 到底发生什么事之前 我们先找一下垫背 我们用一个比较鼓励的方式 或是我们再帮他找借口 你要说我们来帮 乐天淘湾球场的草皮 先找一件借口吧 首先先来找点背 在今年的官办热身赛 其实有一些比赛在 陈青湖棒球场举办 其实那几场比赛的草皮状况 陈青湖的草皮状况就相当的不好 那我们其实像大叔也说 我们几个单口主持人是有一个算是都会闲聊 都会稍微聊一下这个陈青湖的状况 那有一天阿姐就讲说 陈青湖这个状况可以比赛吗 那我是跟他讲说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季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坦白说 乐天淘湾棒球场的状况也不太好了 你到时候开季就知道了 那开季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嘛 但是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 陈青湖棒球场现在虽然会是 算是台冈熊英的主场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任养 所以你用一个 这个有球团任养的球场 去要求一个 去比较一个没有球团任养的球场 本来就有点不太对啦 而且老实说陈青湖的球场状况不好 可是没有比乐天淘湾球场不好 顶多是差不多哦 所以这个借口没办法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 新庄棒球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南部跟北部毕竟状况不一样 其实你说像南部球场 陈青湖跟台南球场 你可以看得出两边的差距就非常大 因为毕竟一个是还没有正式任养 那一个是同一式已经任养多年 所以如果说大家回去看一下 这个2023年4月3号这场 台南球场开孔战 你就会发现那天 台南球场的状况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回来讲北部南部 因为毕竟其实中南部雨下的比较少啦 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维护 那北部球场我们现在就是主要使用就是扣掉那个人工草皮的贴母 那就是新中棒球场跟我们家六天淘湾棒球场吧 那新中棒球场呢在4月3号这一天也迎来他们的主场开幕战 那老实说 你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其实他们球场的状况也不好 那他们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是本后 应该说本后跟一三点的界外区其实有蛮多草是 草况是蛮糟糕的 甚至是算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是黑黑的啦 就是土可能是湿气太多土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其实在内野的草皮其实也看得出来是有那个凸的状况在的 这个是新中棒球场的部分 那不过他们外野的部分就还算OK啦 那你说新中棒球场这个草况好不好 老实说是不好 但是这个不好是新中棒球场自己跟自己比的话 确实在2023年开季的状况是比较不好的 但是呢他跟我们家热天桃园比的话 我们好在哪里 我们可能比他好的是界外区的草况不要那么糟 但是我们是好在界外区 那界内区基本上就整个非常的惨烈啦 好所以这个拉其他球场垫背可能就不太适合 那我再来帮大家想两个借口 首先第一个借口 我左想右想能想到就是这个热天桃园球团的行政人员 可能是有些有人是建宗毕业的吧 那为什么会讲建宗毕业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台北市有一间 这间很老牌的高中叫建宗嘛 他我不是要讲说什么 这间学校为什么在1995年办了50届校庆 在1998年办了100届校庆 不是讲这个 我要讲的是他们的那个操场的中间 因为这间学校有名的 有一个部分有名的部分是他们家的橄榄球 橄榄球队 然后呢在早年的时候他们建宗橄榄球队的特色就是他会在这个 泥林的那个土地上呢就是在那边奋力的打球打橄榄球 所以他们是很以这个全身沾满泥巴自豪 那后来呢这个 学校把操场中间的这一片的就是橄榄球场地 种了草皮之后还有校友回来抗议说 这个背弃的传统 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 类似建宗毕业校友 然后在乐天桃园办公场服务 他想要把这个球场变成建宗风格 建宗橄榄球建杆风格 这个我再想了一个借口 那最后再想一个借口就是 可能这个这几年凹豆风气盛行 所以大家都到处去露营嘛 那我们球场是不是内亚 球场的草皮是不是要弄一个这个 露营野餐趴的feel 所以做了一种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请教这个 大叔也学武士餐aka头头师到 aka光头YouCanE的主持人 光头大叔呢来跟我们讲说 在这样的草地上 就是说可能是水分比较多 那可能是这个草很凸的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要扎营的话 这个营地要怎么打 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好那这个想办法找借口 或是该掰的部分掰完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是什么状况 其实你如果有进场看的话 也看得出来 你没有进场你看转播也看得出来 基本上就是内野坑坑洼洼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外野就很多 凸的啦或是说黑的啦的这些地方啦 那像根据我有些朋友 因为他们其实去年也有在那边看过 五月天演唱会 他说有一些痕迹很明显就是那个 当初舞台的一些 可能一些架设舞台的一些痕迹 然后他们拆除掉之后 然后那边的草就长不起来 那就会有那些痕迹啦 那我特别要讲一个部分是在右外野手前面 应该说右外野手的位置会有块黑黑的痕迹 其实你在4月3号看到的比赛 呃 跟整4月2号看到的比赛 你会看到 那个是站右外野手的前面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右外野手 不管是哪一队可能就知道那一边的土就很糟 所以他干脆 他就干脆站后面一点 比较往外面站一点点 我要特别讲那一块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右外野那一块凸的地方 就是草框很不好的地方 其实从去年野餐趴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大家记得去年 应该说每年球团在球季结束都会摆个野餐趴 请大家让大家进场 其实那一次 去年的野餐趴我有进场 因为其实我就在那个地方 我的位置就我就在那边地上找空位啦 那我对那一块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那一块是黑的土 而且因为那一天我还有刻意的赤脚下去踩了一下 其实那一边的土一直都是湿的 就是你等于说那个草可能在那边一直泡在 那个高湿土的环境里面可能烂掉或怎么样 就长不起来 然后他从野餐趴经过了跨年 经过了演餐会 然后经过了这个农历新年 一直到现在他就还是那个样子 就一直都没有动 一直都没有进展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 桃圆棒的球场因为 就是他有很多一个先天的因素 西赛我们就不讲 那大家都知道 有所谓的排水问题 那排水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水下不去 那下不去之后 就是你的土壤都饱和都是这些水分 那就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草矿 那老实说因为这个球场水分的问题所造成的状况 也很常常也不是第一次常常都有了吗 甚至在我记得在2021年的动止趴 还有发生过在本雷网一壤跑的那条直线 垒线上面直接个水滩 然后就看到那一天的比赛有跑着跑跑之后 马力又跳直接跳过那个水滩的 那还有说像前几年不管2020年那时候开机也是 反正你其实每一年都会看到 就是桃圆棒球场的草矿 通常都状况都不是太好 有时候状况好的时候会有 但是你更多有印象就是这样的 就是草矿不好的状况 那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那老实说像这个草的处理 也不是说休赛季就可以整个处理 并不是说你10月打完 然后11月一直打得上 然后在4月开始前就可以搞定 没有 其实在台湾市政府之前做过的评估 你可能最快要动到4月多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不含季后赛 然后我先把那个所有的季外的什么演唱会 什么话都排掉 然后就是你打不进季后赛 然后你打完立即赛之后隔天就开始弄 那你可能都还要弄到4月中最快 所以它不是那么快可以搞定的事情 但是老实说你如果每年都这样下去的话 你要不要考虑真的痛定失痛一下 就是我可能在一段时间 可能破例流浪一下主场 不然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每年都要这样来一次 那这是炒的部分 那炒的部分是比较 老实说是一个比较需要处理 但是它是比较需要花时间处理的部分 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讲就是登注 那像4月2号主场看幕战这一天 在达到一半的时候又发生 左外的登注熄灭的问题 你说处理草要跨过整个休塞地还不够 要用到球技中 所以需要重藏记忆 这个都还可以稍微说得过去 但是登注应该就不是吧 那我们家的登注会熄灯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记得他有一次 那一次是拉拉队还在现场 然后就是等于说 他们想办法把它cue成电音趴 然后让大家度过这段时间 那这一次刚好就是在中段局数的时候 那灯就啪就熄掉了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等你灯重新开启 才几点了你就要给我搞情事熄灯 那这一次球团很罕见的 在比赛之后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针对场地的部分向大家道歉 向两队道歉 但是 我只好奇你的改善计划到底在哪里 还是说这次道歉完之后就啪啪 我不知道啦 当然我是希望说球团是真的会做一点事情啦 但是不管是草皮 不管是登注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状况了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至少是一个 看起来比较OK的环境看球 那球员在一个比较OK的环境打球 那另外一个部分要特别讲的是 其实是跟球场本身比较没什么关系 就是在 因为球场出包啦 那基本上大家就非常不开心 那就会开始 开始去批评啦 去骂啦 我觉得其实你说像骂球场 草皮状况烂 骂登注的问题我觉得OK 那可是我看到的状况是 开始有一些 不要说不止球迷 其实我有些朋友也开始抱一个拉队 就说你把他搞那么大团 然后结果你 球场固成这样子 是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还是一句话 其实在前面的局数我有讲过 就是说 只要球队出状况 拉队就很容易成为剑拔 那但是我还是一句话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 可能大家免不了会觉得说 什么球团都把资源用在拉队上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其实拉队真的花不了什么资源 这次开季里面 你如果听得到拉队花资源的 就是他们 因为人数扩编 所以又用了一间休息室 然后呢 花了十万块 那十万块很多吗 其实你弄一间小房间 你游戏七一七 大概就两三万了 你说跟这个修登注啦 处理草皮比 他们在拉队上花的钱 其实应该真的都是少很多啦 而且 拉队是个赚钱的部门 那 拉队的状况好坏 其实跟球赛品质 跟球场状况 其实也没有关系啦 那甚至如果说大家还是想讲的话 我甚至跟大家讲 2021年那一批拉队 就是 其实就零像那一提 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的鸟样 那个是会让大家更生气的 就是你球场状况不好 然后你球队状况不好 然后结果拉队跳成这样子 那个 那个愤怒值是会比现在更高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说 拉队当然不是本职 我们都也都知道 那新闻就一直爆 那为什么新闻一直爆 你说像那个休息室 人数变那么多 然后休息室扩编 这个可能记者也会想问 那记者想问 那球头人家就回答 那回答之后 他就写了一篇 然后就又被大家骂 我的猜想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你说拉队不是本职 对 他确实不是球赛的本职 但是老实说 在一个棒球场里面 不是本职的东西很多 拉队不是本职 那美食街其实也不是本职 那如果说这个比赛 场地状况这么多 然后大家去骂拉队 那你为什么不顺便骂一下美食街 场地不顾好 那只顾着拉队 听起来合理啊 那场地不顾好 只顾着去弄美食街 听起来也合理啊 那其实很多非本职的东西 都可以骂 我只能这么说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在其他状况之下 那拉队就拿来谈的 这也是 在某种程度上 也好像也说得过去 但是 这回到一个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 不管是球员或是拉队 那要不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 可能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批评 其实我之前在某一次的 场合遇到Aden 就是Hito大联盟Aden 那他其实有一个类似的说法 他说其实像球员的部分 那球员你那么多薪水 那你可能在一些状况下 就变成你必须要去承受一些 可能不是你应该承受的批评 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来讲的话 那球队状况不好 然后球场状况不好 所以你去骂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拉拉队 在思维上好像也是同样的一个思维的逻辑 那但是如果是用这样的思维逻辑去骂球员 或者是去骂拉拉队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要先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在做情绪的发泄 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发泄 你只是找一个受词 一个受体去承受这个情绪发泄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个受词 这个受体去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有因果关系 这个东西是要分开的 就是说情绪发泄跟因果关系的逻辑 是要切开的 那如果说你可以分很清楚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OK 那只是说不要说 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怪到一些球员 或是怪到拉拉队上 好像事情就会变好 那其实是不会的 好啦这是我的小小心得 那最后一个part就是来讲一下 在4月2号这场主场开幕战 我自己的进场心得 其实老实说这一次的主场开幕战的进场心得跟前面几年比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开心 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觉得OK 这次是坐车过去 那捷运坐到了A19下车 在大厅城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缩水 因为大家都知道A19的大厅城在复配区里面就是有用人工草皮铺了一个像棒球场的样子嘛 那这些东西都还在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柱子上啊 前几年其实我们都会放我们球队的大海报 那今年就都没有 然后大家也知道说从2023年开始就是没有那个捷运回程招待免费的这件事情 就是等于说你回你去坐捷运要钱 那你离开坐捷运也要钱 那这个当然就是曾经有的福利没有了 其实心里绝对会受影响 那但老实说 就是做个2025块30块其实大家也都不是没有这个钱啊 所以那个心理影响比较大 但是对你的钱包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那今年就没有 但是其实在出站的时候还有一个 还是他们还是有发一个东西 就是在本来要发那个回程搭乘回程的免费搭乘捐的时候 他们发一个东西 结果去拿发一个这个小气球 我想说啊你这个发这个干嘛 那其实就不如不要发了吧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这个 大家都知道A19就是有很多我们家热天桃园的主题啦 那我这一次因为我没有进到商场里面啦 所以商场里面在这一阵子有什么变化 我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做报告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 连通走道 就是说你可以从A19捷运站 然后直接经过环球外面 也就是清浮会外面那个室外的连通走道 然后可以再走天桥到球场 那在A19这边的时候就是会有两排 会有一整排的这个大海报嘛 那大家知道比较靠近 捷运站这一区的海报 就是我们的球员的大海报 然后再比较靠近球场那一边呢 是拉拉队 就是Rocker Tank Girls的大海报 那很明显的这个大海报 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更新 就是已经被Thank you的林轩其实在这个大海报区里面 你还是看得到 就算是一个遗迹吗 好 然后在这个天桥进场的这个入口啊 就是在那一天其实排很多人 那在那天 我有些比较早进场的朋友也就提醒说 其实你要进去最快就是从三里车的入口进去 那果然那边是不用排队的 那进去之后呢 就是这个人山人海嘛 因为毕竟是开幕战 大家都很久没有进场了 然后大厅呢就是很多人 那大厅我唯一注意到就是大厅的地板有重铺 哎应该那个算地板吗 他应该算是那个 呃类似壁纸吧 就是他应该是反正他这个重铺的 不是磁砖啦 就是但是就重铺啦 然后呢里面就人山人海 然后听那个里面有一个排很长的 这个人龙啦 那这部分呢就是他有一个是赖会员的 还有一个就是乐园卡的会员集点 那听说 这个部分因为排队动线不明确 所以在那一天有发生了一些状况啦 就是大家都很不开心 然后我进场我这天做一脸测东区的B 呃东下B嘛 那我本来想说这个四月初应该还好吧 结果这一天大太阳 就是被膝带晒到很糟糕 那这一次我们开赛的表演是周志聪 那他唱我们今年 就是他就是负责我们今年的主题曲Ready嘛 那其实这个蛮好听的 然后他现场的时候表现也都非常好 他非常的Ready 但是你看画面就是你看他在上面唱 你就看到一个非常Ready的周志聪 在一个非常不Ready的内野草皮上面唱歌 比如说你就是这样看他唱歌 然后你就看到后面的鼓手啊 乐手后面他们的后方就是那个那些 哎哼哼巴巴的内野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今年的 呃开始推行在球场里面进行循环杯 就是会有所谓的环保杯 那我在赛中我去买那个生啤酒的时候 他们就是装这环保杯 那这环保杯就是你喝完之后 然后你就是你在这个出口部分 他有一个回收区 那你就把它呃可以把它就放进去回收 做一个循环再利用 这个利益良好 但是当然就是大家就会还是有点健康疑虑 那这个我只能说 呃利益良善 但是这个清洁真的要做到 我只能这样讲 那不过那一天在这个饮料区 饮料的柜位啦 那因为像我是直接拿那个take out 就是我不是在那边现场点的话 那他们其实有一些 有预装一些饮料 那那个就还是本来的 呃那个一次一次性的杯子 这是环保杯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拉拉队 那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一次 32名浩浩荡荡的 这个超级大的 一团啦齁 我要讲的是这个拉拉队今天 进出的进出场动线 今年改了 那本来他们是从这个 呃会稍微经过一下 球场内的走道 然后跟大家 呃打招呼 其实在更早以前会有hi-fi 那今年的话呢 呃可能是因为 近年齁 不管说是各队都有一些层出不穷 就是拉拉队员被身体碰触的 这些状况 所以呢 今年的拉拉队的进出场动线 他就完全不会经过观众席 那他都会在一个 那个算是 呃 球员休息区到 本垒后方中间 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出入口嘛 那像这个 裁判的老师 他们本来就是从一垒出入口那边 进出啦 那本来我们家拉队都从三垒的 那个出口进出 那今年就是两边 其实拉队也都会用 然后呢 他们就是分别在一三垒 架了一个楼梯 直接走到 拉拉队舞台上 然后 这个东西 我朋友是说 好像是去年底 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 就装了一个梯子 那这个梯子就沿用下来 就一直流用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因为 毕竟洗澡事件真的太层出不穷 那到后面 其实我会觉得说 要保护一下我们的拉队也是重要的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应援团的部分 那今年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应援团长 叫Abi 那Abi 或是阿贝 或是阿比 随便你怎么叫 那就是 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江洪姐 那不过他以前 其实是中信兄弟的球迷 就是大家如果 稍微survey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那Abi其实在 进来之前 他其实是在那个3D系统 那他是什么滑流之星 我在上一集请那个 光头大叔帮我讲的那个单口里面有 那 不过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 听到他是3D系统的时候 我比较 想象到的是他用3D的 区靠来带应援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 我们对于裁判的判决有质疑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会说 或者是我们准备要大局反攻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若是把我捕铁公起来 我就送你一趟去有这支烦恼会 我连我够送你一架够两个 以上纯属我个人的想象 当然如果你听得懂前面这两段的话 那表示 你也是生活有点资历的 那当然事实上他当然就不是走这个路线 不过我必须说他带的太用力了 因为其实在这场主场开幕战里面 他第一次应援 那他可能是这个算是比较斩烂 那个力道那里还不太够 那现场听其实蛮多次报应的啦 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可以稍微修一下 不然其实老实说他这样喊他也喊不久 然后现场球迷听了也会不舒服 然后这场呢 因为打了四个半小时合局 那还是有颁发赛后MVP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点无奈吧 我不知道这场MVP的黄子鹏他心里怎么想 就是有点点类似 可能是我自己心情的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点事 那大家就把这个仪式把它走完 然后该该做事情做一做 然后这个签名球丢一丢这样子吧 那以上呢就是今年主场开幕战的心得 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讲一下 本周赛程啦 本周呢就是4月4、5、7、8这四天 那其中4月4号、5号、7号去新装面对福邦汉降 4月8号去台南面对统医师 那本周渴望达成的记录 我就讲一些摘要啦 首先第一个就是队死第1800支全球打 现在是1773 然后队死第1700到目前差一道 然后再来是队死900中继成功目前差四次 那球员的部分啊 苏俊章差一场出赛就是生涯百出赛 小猪朱俊祥差两个三振 就生涯250个夺三振 那陈文这个100救援成功差两个 这个大家记情就知道 不过目前看起来记出他应该是 先发投手的成分比较高 那豪俊呢差四次救援成功 就是生涯50救援成功 那这个记录如果要达到的话 就是本周这四场他要全上 这个机会可能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最快下周可能 理论上下周应该就会达到啦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原始物语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后期空中 在最后一期五个人拜拜